黃靖倫 原產第四 星光三班人氣王黃靖倫出歌啦 高亢清新的歌路 及高超的轉音技巧 讓人沉浸在他如天賴的好嗓音 這一次首張專輯 更融入動人心弦的好歌《月光》 讓苦等已久的粉絲們 終於能夠一飽而不辣 新加坡 名產是 名產是 海南雞飯 對家爺 對 拿出來了 海南雞飯拿出來了 拿一個口袋我看 拿一個口袋有海南雞飯 C.D.這是不是誤解 就是真的新加坡人 都覺得那個是名產嗎 我覺得是耶 因為我去新加坡一定會吃那個啊 你們在新加坡有愛吃嗎 還是說就覺得 特別是我在台灣待了蠻久回去 真的放 那真的是個名產 因為好想吃海南雞飯 台北吃得到耶 很多耶 在哪裡啊 商品公司沒有帶你去吃 我不曉得 台灣很多好吃的海南雞飯耶 我現在正在減肥啦 你不講很多好像還沒有注意到 他是不是瘦了蠻多的啊 他本來就不胖啊 他本來很胖啊 謝謝 他本來很胖 他本來很胖 他本來很重的 你本來胖嗎 有 臉重啦 好 那潘嘉莉的原產地是 新加坡 也是新加坡 新加坡超人機女生潘嘉莉 當歌手前 可是男人最愛的美麗空姐 在新加坡最紅歌唱節目 Superstar 展現驚為天然的好歌藝 擊敗無數強敵 成為最強的優勝冠軍 更唱出一首好歌美麗笨女人 爆紅新加坡唷 所以你在那邊認識黃靖倫嗎 呃 當時還不認識 來到台灣才認識他 就透過星光 你覺得黃靖倫會大紅嗎 他已經大紅了吧 他算大紅 大家都算什麼 你就是剛才好 你就是剛紅而已 你聽過陳漢典這個人嗎 聽 聽過 陳漢典 陳漢典的知名度算什麼 就我也認得他 請保留 我的衣服很紅 你先 保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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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護球還保護你很毛呢 安嘉莉 你在新加坡有別的名產嗎 呃 像肉骨茶 椰漿飯 印度煎餅 還有一個 LUX 對LUX 那是什麼 一種就是椰奶做成的 很像那個叫什麼 像咖哩麵那樣 對 裡面就是那個 你知道那什麼東西 白白的那個那個 台灣也有的那個 白白的啊 一條一條那個 魚餅嗎 不是啊 一條一條 台灣也有啊 蘿蔔絲 米粉湯 米粉湯 米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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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有不像拍耶 他這樣 連講話都會走音 米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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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有米苔木啊 有 對 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那個口味不同 對 何維健 請問你從哪裡來 我來自新加坡 新加坡最紅人氣王何維健 才沒正式出道 可就擁有眾多的新加坡粉絲喔 不單單成為新加坡最紅歌唱節目 Superstar的季軍 無人能敵的魅力 從何維健的網站就能看得出來 人氣可是高居全世界第三十五名喔 你是新加坡 對 我也來自新加坡 所以他們兩個有分得出 誰比較紅嗎 在新加坡 對 他是女子組的冠軍 都有支持者 那男子組冠軍呢 不是我 我覺得他有想要閃避這個話題 只要講完女子組冠軍就 可是他也很紅 也很紅嗎 他很紅 為什麼 像我們兩個是有被刷下來 然後敗不復活的 對 我們兩個都一起敗不復活 然後敗不復活 然後我本來上台 我先上台的時候 就覺得哇雷聲 就是掌聲都好大 就有點開心 然後到他的時候 我整個訓掉了 因為我們就是連台都震到 我們要往後站 因為怕會跌下去 這麼受歡迎 對啊 超受歡迎的 為什麼 但是那個 你為什麼對他充滿疑惑 你是覺得不應該是不是 為什麼那個字是真心的 就是為什麼 你語氣中充滿藐視 那你示範一個真心的為什麼 好 你再講一次他很受歡迎 他很受歡迎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好笑 我懂了 我懂了 我都由你來問 為什麼三個字 對啊 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 然後現在就重新出發 叮噹來過了 他也 對對對 叮噹最先下手耶 對啊 好厲害喔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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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改版 然後裡面加速了十首歌 那個DVD的卡拉OK 是 對 你剛剛上次來康熙還好嗎 還好啊 上次來的時候我不在 不在 S姐沒在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遇到小S啊 應該算是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我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我在 上海的龍機場 然後我看到S姐 然後就直接跟助理 然後就進去 然後 我的經紀人說 小S姐 我說啊這樣啊 然後在那邊看他 所以你是以路人的身分看到我 就不是說明星跟明星互相見面這樣 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有發片 其實 因為叮噹能夠送女人只有她帶了兩份嘛 對不對 對 還好我 你也是嗎 那個 那你什麼時候才拿過來 沒有 這是小S姐 這是小S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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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幾代一份來怎麼辦 只不過是一個卡樣 這還沒有 我也要說這只不過是一個不需要聽的東西 怎麼會用只不過做開場 OK 這個只不過是單曲 單曲 真正的那個專輯出 所以單曲不需要聽是不是 要 也可能 但是太空人不用聽了 要一起聽 誰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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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耳機插進去 然後還要對看這樣 一個人聽過黃靖倫的舉手 聽過他名字的 還蠻驚訝有人 你的書名沒有聽過黃靖倫是誰 他可能太專心在我的演藝師一樣 有時間一定是鎖定康熙 我一個小時只是看康熙而已 因為確實他們播出時間跟我們是同一個時段 可是你只需要看半小時 你把我那半小時跳走就好 不會啊 我還是很欣賞你啊 欣賞一下 欣賞了一個欣賞 他說我也很欣賞 就是順便講一下 我還蠻驚訝有人 就是不知道黃靖倫是誰 對 所以知道潘家麗這個人的舉手 欸 所以馬來西亞對於新加坡的歌手比較熟是不是 他那時候參加比賽那個 美麗笨女人 就翻紅 紅翻 就反而聽過他唱 你說他的稱號是美麗笨女人 他的成名曲啦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在新加坡紅的人 就一定在馬來西亞也紅對不對 多少會聽到這樣子 所以何維健你們也認識 不認識 何維健不是也在新加坡 參加同一個比賽嗎 可是 請問你們五個人 有在台灣聽到過自己的 歌被播出來的舉手 所以叮噹是在哪裡聽到的 我是在做妝髮的時候 做頭髮的時候 在髮廊放的嗎 對 是他們特別為你放的 還是剛好電話播出來 正好電視在播 電視在播 可是有一次我那時候 在發第一張真集 離家出走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首歌叫 可以不可以 因為有一次我去逛士林夜市 我就逛了逛了 我說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那路上面 就是那種店裡面放我的歌 然後我說 可以不可以 然後我很開心 一聽 不對啊 不是我唱 因為卓文軒有唱過一個版本 他放的是卓文軒的版本 對 然後我說 那立刻有沒有哭著跑出夜市 我當時就 有必要這麼小心 就三條線 然後就默默的走開了這樣 真的 所以你們聽到路上 在放自己的歌會非常感動 會 看佳麗是在哪裡聽到 我是在電台 還有就是在電視上看到 可是有一次啊 我有去一家唱片行 然後我就想知道自己的專輯好不好 就是 過得好不好 對 過得好不好 就還去說 有什麼感冒嗎 而且我還是很鬼祟的 很那個 去跟我的專輯拍照 就在架子這樣拍照 然後後來 我就想買專輯嘛 買別人的啦 然後 我就發現櫃台不認識我 然後就 我的同事就問他 妳怎麼發現櫃台不認識我 因為他都沒有認出我啊 妳有在這邊降了大概 三分鐘左右嗎 對 因為我還有排隊 就照理說那個距離是一定可以認出來的嗎 對啊 一定可以認出來的 所以妳有在期待他一邊幫人家結帳 一邊在瞄的時候就看到妳就說 對 我有在期待 可是他沒有認得 妳期待人家如果 一眼就認出來的話 妳會立刻說 對啊 我就是 我就會 我就會 是啊 是啊 我是 然後我就會說 我就會順便說 我希望妳喜歡我的專輯喔 每首歌都要會唱 所以妳在台灣現在走在路上 民眾認出來的那個機率高不高 呃 說真的不高 那新加坡那邊呢 新加坡就 就不高 妳沒有辦法自由在馬路上走是不是 呃 有啦 戴帽子的時候 低低 要像大明星一樣才行 或者 嗯 有時候不化妝 戴眼鏡 就那種黑框眼鏡 可能也會不認這樣 那他真的在新加坡就是很紅啊 我去新加坡也是一定要戴墨鏡的啊 不然別人不認識我 我沒有認識 因為妳在亞洲都很紅 所以沒有看 對 都是肥 我們一起死下來 你到露香機我看妳還神氣什麼 華人街很多人搶著跟我拍照 喔 妳特別到中國城去喔 對 打籃頭嗎 哈哈哈